中央文明的原型是来自神圣本源的第一道光,合一意志 它是神圣本源进入物质宇宙时向进行探索的第一道圣光 这道圣光的能量代表着一切万有合一的意图与意志 合一,运用这道光的力量 改写物质宇宙的进化蓝图和宇宙万物有情众生的灵魂合一进度 在原生异常较为浓稠的区域 神圣合一意志的意图与力量会受到一定程度的阻缓 但无法完全抵挡这股强大的我是力量 这道光是十三道圣光的第一道 也是神圣本源在本宇宙中创造万有形态与文明的终极意图之光 这道光可以开天辟地 可以终结所有不符合圣光大爱的人事物 也可以为有情大爱的光之众生带去永生和光明 原生异常在遭遇到这股力量时 所表现出来的最激烈的反应就是混乱与匮乏 因为原生异常接触到了我是最直接 最强烈的圣光意图 这股力量会直接开始改变原生异常的振动与频率及原厂形态 将其转化为光 而原生异常则将本能地发出无序无常的反应机制 而被原生异常重创的那些非暗存有 则会释放出最激烈的情绪反应 这标志着它们被圣光最强有力的进化已经开始 神圣本源的合一意志创造了中央文明 而中央文明分布在宇宙的七个主要分区 这七个主要分区在漫长的眼镜中 各有千秋 但都充满了合一意志及神圣合一时三道圣光的不同层面的灵在 这些圣区基本上都充满了我是灵在的祥和与大爱的灵魂体验 本星区的三角星系区域是神圣本源选择来清除黑暗最浓稠部分的场地 这标志着神圣和异意志的灵在将使用其最强大的力量 来干预这个区域的所有维度和众生 以确保神圣恩典和大爱的落实 地球是这场神圣进化之旅的终点 所有最异常的存在都被集中在了这里 并将在最后的阶段里一并清除 我是我所示的力量包含了十三道圣光 这十三道圣光赋予了万物众生 各有千秋的合一面向和灵魂力量 而中央文明则是十三道圣光中的第一道 它们起源于所有宇宙光之星际区域的核心中央太阳和一门户 并以七个光之部落游走于宇宙不同面向 以帮助宇宙早日回归合一 因此 中央文明所代表的神圣意图就是 将万物众生早日提升回归到更高面向 加速宇宙的万物归一 换句话说 中央文明总是协助所有的文明加速其扬升 这是它们亘古不变的圣光意图 在亚特兰蒂斯时代 中央文明在地球负责传递女神奥秘和女神灵在力量的知识 和各种关于女神及扬升的修行 意在加速这颗光之星球及其众生的扬升进程 如果没有遭遇黑暗入侵 这颗星球如今早已回归高维世界 开始迈入无限祥和大爱的进化及提升之旅 但这并不代表 黑暗可以阻挠众生的扬升 从另一个角度看 神圣本源选择了地球来终结宇宙一切苦难和异常及黑暗 每一个身处在地表上的众生 都处在这场大进化的神圣心理之中 中央文明已经介入本星区很久 只是从未以直接的官方形式来传递任何直接了当的神圣意图讯息 但随着地球解放 乃至未来扬升进程计划逐渐开启 神圣本源的十三道光 以及第一道光所代表的力量将重现人间 并指引人类众生 找到自己灵魂蓝图的神圣指引方向 这是来自于灵魂内在的指引 不再是父母 学校 媒体 社会 权威 人类将重新认识宇宙圣光不同面向及力量存在的意义 也将认识中央文明 并意识到 万物归一的终极含义 按 中央文明的球形联盟舰 是包围在太阳系 离地球稍微较远的一圈 巨大能量墙 巨大能量墙体包围圈 没有任何负面能量和负面人事物或负面飞岸舰队的船体能够逃离这个包围墙 并且 这些舰船与阿斯坦指挥部 仙女星系舰队群 天狼仙舰队群 卯足仙舰队群 抵抗运动都有直接的合作 中央文明早已介入太阳系及地球的终极解放 这代表神圣合一本源的意志 意图 力量会直接了当 且全面介入处理地球的问题 并协助这颗星球完成宇宙圣光全面进化 整合的相关进程 所有地表的量子异常 负面能量 非暗企图 负面攻击及异常能量 都在一个巨大的强有力的圣光包围场检测之中 要用一个形象的比喻就是 一个巨型光场封锁了 围绕着地球乃至越下空间和更稳范围内的全部人事物 一旦有异常活跃 则会自掘坟墓 无处遁形 圣光会以全人类可以承受的方式 尽快揉解最终残存的异常 即被异常严重波及的人事物 中央文明在地表 有着强大的介入 并会随着地球解放的推进增多 黑暗势力在过去的入侵时代 甚为猖獗 一度以为自己可以只手遮天 为所欲为 但他们却忽略了 他们永远无法办到的许多问题 无论他们使用多少卑劣的手段 负面的科技 或者用原生意诚作为挡箭牌 甚至不惜以人质为妖邪 当和一亿致圣光开始强有力直接冲击他们的残影时 他们将会如楼椅 代表中央文明 建筑到地表世界的许多圣光临在 是本星区银河联盟光明势力当中的一群星际特使团体 他们将在事件后全面活跃 许多来自银河联盟及阿斯塔指挥部的特种任务星际团体 正在因为和一亿致圣光的强力进化 而发生深刻的内在转化和调整 阿斯塔指挥部与中央文明一直存在着长久的交互与合作 并在地球遭遇黑暗入侵和封锁之后 陆续达到更多的互动往来 自人类准备好接纳更多来自银星能量起 中央文明的球形联盟舰船也开始更加紧密的活动 并加速协助阿斯塔指挥部的行动 许多巨型球体母舰已经超出地球 其发出的能量将随着银星意志与圣光的传输 而做出各种适应当下解放进度的改变和强化 许多与中央文明有着能量与意识层面互动的地表存有 将越来越多的接收来自这些母舰发出的信号与光 这些存有将有可能成为 接收更多来自银星净化能量的光网格管道 中央文明能够知晓地表大部分人类的想法 能量层级意识零线水平 并通过掌握这些状况 来协同神圣和一本源加速事件的终极突破 同时也会通过监控负面阵波及负面人事物 来协助银河联盟所有光明势力 一举歧灭和彻底终结黑暗 如果地表光之特使团体 银河联盟先进人类特使团 遭遇到任何形式的负面 则将直接涉及银河法典中 关于银河联盟可以在必要情况下使用武力全面介入 解放被入侵星球的相关解决条例 中央文明则将做出必要举动 来支持银河联盟的介入和武力解放行动 这是来自中央文明直写了当的圣光表达 光碧圣 请不吝点赞 订阅